大家好 我是戴雅 我今天要去吃四川非常有名的一样美食 而且据说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海却有三家 我今天就找到其中一家 给我们一起看吧 冲 放弃了 这个锅才放弃了 看我们满满一桌的四川小吃 主角就是这个翘脚牛肉 赶快尝一个翘脚牛肉 蘸甘酒吃 这个牛肉真的超级冷 是超级 我先吃两块牛肉 这个牛肉好好吃 这个牛肉 我看这个鲸汤特别清爽 超好吃 它有味道吗 有 很鲜 特别鲜 一口牛肉一口给拌 嗯 太绝了 其实翘脚牛肉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最主要的是看这个干碟 他们家干碟就不是那种呛口的辣 是那种香辣香辣的 特别好吃 其实都能闻到他们店里面 蔓延着那种中药味的 为什么 相传了 那上时期三十年代的时候 四川 乐山 苏锡县 这个地方就百姓名不了称 就有一个姓罗勒中医 才为了救治当地的百姓熬中药 在路边供百姓们喝治病 有个大部分人家杀了牛之后 就把牛下水 牛内脏什么 全浪费 扔进河里面 他就去河里捡起来 洗干净之后 放在这个中药里面熬 如果人吃了之后 就觉得特别好吃 翘脚牛肉就这样相传下来 所以这个中医呢 就发现学医救不了中国 他就从中医变成了一个厨子 哈哈哈哈 是我编的 我常用泥罐牛奶 牛奶真的特别烂 感觉汤太绝了 半米饭 太好吃了 就酒瓶看起来震杠有点大 有卤的有炸的有甜的有咸的 特别烹饱 冰粉一看就熟错了 全是小气泡 上面放了玫瑰 好像裹肉还是什么的 手做的冰粉就软 这太解口了 很解密解口 太好吃了 今天饭的不多还吃的很臣 我要去跑步了 拜拜 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